朋友们好,很高兴了就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今天这次课程呢,作为一次课外的这个体验课程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直观上感受一下这个PUIQT开发的这个GUI程序 在Ubuntu系统下的这个显示效果 那么因为Python它是一个快平台的语言 PUIQT呢,我们选择这个GUI框架 它也是一个快平台的这个GUI框架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带着大家实际体验一下 这个PUIQT在Ubuntu系统下的这个显示效果 首先呢,我们从启动控制台 在控制台里面输入Eclipse 这个Linux系统呢,它绝大部分程序是通过控制台启动的 那么这个Eclipse呢,它也可以从这个图标双击启动 它也跟Windows差不多,就是有一些应用程序可以这个双击图标启动 但是呢,对于开发者来说呢,从控制台启动这个速度要快些 因为双击图标的话,你还要到处去找这个图标 而且如果你桌面上都是这个快捷键的话 快捷方式的话,可能桌面看起来就比较乱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开发者呢 还是要学会这个从控制台去启动这个应用程序 好,我们稍等一下,这个显示有点慢 我们大概 先看一下这个Eclipse的这个布局 左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程界面 我这里边有很多这个以前建好的这个工程 然后呢,单击开我们某一个工程 它就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工程下的这些文件啊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体验这个PYQT 所以就打开这个 好,那么我们先运行一下这个UI文件看一下 点击这个小三讲符号就可以运行这个 选中的这个脚本 好,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之前自己做着玩的这个小软件 那么这是使用PYQT开发的 这个程序开发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原文件是在Windows下编写的 这个UI界面是在Windows下设计的 那么在Windows下呢 它这个UI界面就是Win7的这个显示效果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Win7和Ubuntu这个双系统 在Win7下呢 这个 这个窗口 它这个边缘是透明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Ubuntu系统下 这个窗口变成黑色的 也就是说跟Ubuntu本身这个系统的这个窗口 背景颜色是保持一致的了 然后呢,这些按钮啊 也都是Ubuntu的这个本地的特色 那么这个后面我会再出一个 Windows和MacOS下的这个 相同的这个软件 运行的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操作系统之下 它这个空间显示的效果都是本地的 很明显在Windows下这个 关闭窗口应该是在右侧的 那么在Ubuntu和MacOS下 它都会在这个左侧实现 我们运行的这个叫UI文件 UI文件呢 就是只有这个GUI这个 画面 它点击这个按钮它不会有任何的工作 所以这个叫 UI MyTTS 也就是说这只是个UI文件 我们点击任何按钮啊 都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像这边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实际的运行一下我们真正的这个 工程文件 应该是这个 好 我们点击一下运行 它有一个启动界面 然后呢会 弹出这个主窗体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会 如果现在点击这些按钮呢 如果现在点击这些按钮呢 就会有相应的动作执行 比如说我们想关于 这里会有一个说明 然后这个使用说明 这里面也弹出了 那么你点注册的话 就会实际有一个注册双果弹出来 我们先试用一下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作用呢 就是你在这个文本框里面 输入的汉字或者英文 500字一列呢 它都会给你转化成相应的这个MP3文件 发音可以选择男生女生 然后这个语种可以英语和汉语 然后这个音调 音速和音量都可以调节 那么我们先 我们先 输入一个 输入一行文字 试一下 好 我们这个先给麦子学院做的广告哈 输入完之后呢我们点击播放 OK 这里面提示说语音合成完毕 请保存语音 试用次数是9次 还剩9次 因为默认是10次 试用次数不注册的时候 那么你这10次用完了之后 它就不能再用了 嗯 这个软件是因为是在Windows开发的 那么Windows下呢 我用了一个这个MP3的这个解码库 所以点击这个播放键 它是直接合成 然后直接播放出来的 但是很不幸这个库呢 这个Python虽然是快评台 但是它有一些 第三方库 它就不具备这个快评台的特性了 这个库呢 在Linux下和在MacOS下也可以装 但是装的时候是非常困难 因为这个库非常老 新的这个Ubuntu 我用的是14.04 这个Ubuntu14.04呢 系统里边 想装这个包呢 特别困难 从圆码装呢 它这个依赖呀 也已经非常老了 这个新的Ubuntu 已经找不到它的依赖了 所以比较麻烦 那我们就找一下它的这个文件位置 好 我们生成的这个文件呢 默认是在这个主文件下下 就是Home目录下 这有一个这个小兔银MP3 我们播放一下看看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软件的运行效果 那么 我们可以换一个男生了 然后音调给它调一下 再生成一遍 好 这是试用什么八次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变成男生了 哎呀 这个男生还是不如女生好听啊 好 我们大概呢 也就是 嗯 这个程序就是这样的功能 如果这个 试听你满意之后 你可以点击保存语音 然后把这个语音保存到一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扔在这个 desktop这里好了 然后给它改个名字叫 叫麦子学院 叫麦子学院 然后加个后缀名 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已经生成了一个叫麦子学院 点儿MP3的这一个 这个音频文件 我们双击播放它 麦子学院 在线教育领导者 好 这男生真的是合成的很恶心哈 当然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自己调这个音调和音量 啊 声速也可以调节 然后呢 这里边有一个这个 呃 比较被大家吐槽的功能 就是这个注册哈 当然了 这个注册是 你愿意注册就注册 不愿意注册就不注册 但这这只是个例子啊 我不是说 推销这个软件 或者又想给大家这个 呃 卖大家东西之类的 这只是一个体验的东西 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用PYQT也可以开发一个这样的 小软件 它完成某个功能 然后呢 呃 我们可以 随意的去 随意的去把它发布 并且呢 可以限制用户 是否是可以免费使用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免费次数 提高到一百次 一千次一万次都可以 只要你自己写的软件 呃 都没有关系的 然后呢 如果真的想注册的话 这里也可以申请注册 那么注册之后呢 这边就会 有一个序列号生成 那么这个序列号 会发到我的邮箱 然后会生成像样的注册码 我把注册码告诉用户 这边用户就可以 填上注册号 然后就可以注册了 那么 这样的话 这个软件就可以无限使用了 啊 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PYQT开发的软件呢 不是说Python开发的GUI程序 所以就比CXP或者是比CX开发的要差很多 或者这样 他这个语言本身的 呃强与弱 一定程度上 并不能决定这个使用语言的人 这个功能的强 功力的强和弱 呃一般情况下一个语言 大家说他弱的时候 一般是这个语言 是一个很牛的人去用 已经把它用到极限了 就用到这个语言本身一定会有优点和缺点 它的优点已经发挥到极致 它变成它缺点已经不可忍受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该换一种语言了 那么可能新的语言就产生了 好 今天这个体验课程呢 就说这么多 呃 后面呢 我会把这个相同的程序 在Windows下 和在MacOS下都运行一遍 给大家演示一下 呃 这个PYQT开发的GUI程序 跨平台特性 以及这个 呃 他的这个跨平台下的这个表现 那么也会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这个将在后面的体验课程里面 给大家讲 呃 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